哈喽 家人们晚安 很高兴哈 我们今天再次 邀请到 iNews iNews 一整个Falicia 一起再来为我们分享 好吧好 那我们有一个 先讲一下哈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先写 写在这个这个 chat 里面 那等一下 就是避免再从 发问的一个时间 那我想这个议题 对我们都很重要 我们也不浪费时间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们就开始 阿里路亚主我们赞美你 再次真的是我们将以下时间分别为神归你 愿神你的恩手 与我们同在圣灵 与我们同在你的保险厚厚 主不管在软体硬体上 还有主 讲着听的 神都在你的恩间里 因为你的心意真的 接着你整个Falicia 主真的能够彻底的传达 传达到每一个进来听到的人 神啊你也真的是应着他们声音 做唤醒唤醒一个复兴的一个声音 就进到我们的当中 主真的是让我们起来 知道如何如何来面对 如何真的是与你一同来治理这个地方 治理这个国家 谢谢主不管我们能不能选投票 不管我们能不能选举 但神我们就是用祷告来托主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理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你都会做 谢谢主 谢谢主 祝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时间交给我们的帅哥美女 好 好 有了 好 在这里非常高兴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那刚才牧师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 那如果大家要是还不认识我们的话 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 大家好 欢迎今天一起上线 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可以来讨论神国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我叫Falisha 我是Ethan 那我们呢一起在经营一个基督教价值观的YouTube频道 大家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这个YouTube搜索AINews777 这个就是我们的频道 欢迎大家可以去点击进去看我们的节目 好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来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 也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需要了解 如果你要是在美国的话 或者是你在其他国家 你可以有投票这样的权利的话 我想你是必须必须要了解这样一个话题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的主题叫做 星体发光重拾治理这地的权柄 我们会今天通过这样六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们的心得 好那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要来讨论的是政治跟政府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听到这个词有点害怕 尤其是现在的基督徒大家一讲说 哎呀谁谁谁讲政治了 好可怕好可怕啊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我们今天呢就来就这两个词 我们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他们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哪一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哪一个是我们不要去做的 那首先就是政治是什么 政治的意思是在社会当中管理以及组织公共事务的过程 还有方法 政治涉及到就是制定还有实施法律政策还有决策 来解决社会当中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需求 那其中就包括政府的组织权力的结构 政党选举还有公民参与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治就是一群意见不同的人 思想不同的人理念不同的人 一起讨论出来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社会架构 还有彼此尊重的一个社会的契约 但是呢我们是有罪的人 我们天生就不是一个很会彼此包容的 然后彼此接纳的 我们很喜欢强制的逼迫其他的人 接受我们自己的思想 常常会利用欺骗或者是抹黑 甚至杀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就是我想要掌权 我想要说对方是错的 但是只要对方不存在的时候 那我就是对的了 那这个样子的导致各种的悲剧 就连在创世纪的时候 亚当跟夏娃当时只有两个小孩的时候 该隐也可以把亚伯杀死 因为他嫉妒亚伯 那雅各为了得到长子的福分 在以扫最软弱的时候 用红豆汤跟他换取长子的身份 那以史玛利的后代对于以色列人的仇恨 到现在都还在中东那个地方持续的发展 那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活在仇恨之中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被我们的政党骗了 我们让我们的政党帮我们去想 让新闻媒体帮我们去想 而导致自己失去了思考能力 如果你去问一般的普通选民的话 你说这次大选会选谁 共和党的人会跟你说他会投共和党 因为民主党很坏 那他们抹灭民主抵制自由封锁言论 他们只爱钱他们残杀生命 那如果你去问民主党的人的话 他的回答基本上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是他会投民主党就是因为共和党很坏 他们抹灭民主抵制自由封锁言论 他们只爱钱他们残杀生命 他们双方都会举出来一些例子 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 但是他们都会有他们的理由 但是目的其实都只有都是一样的 就只是为了认为说自己 当自己支持的人掌权了之后 自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 来去抹灭对方的民主 来抵制对方的自由 封锁政敌的言论 然后呢或许可以赚大钱 赚大钱 事实上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国家发生什么事情 绝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的 是不了解的 然后在台面上一看的话 真的就是两方的造势活动上面 然后彼此就是抗议 然后作秀 然后彼此谩骂而已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对于政治的定义 已经不是一个制度了 而是一个在电视上 在网路上的一个娱乐 然后让大家就是彼此可以互骂而已 那前一阵子我们访问到了一位在Riverside这个地方的候选人 他要竞选加州的State Assembly 他是一个牧师 他说他挣扎了好久 他因为他不想要在政治里面口水战 他觉得里面的人没有爱 全部都被政党封住了自己的耳朵 但是他祷告了两三年之后 他发现到了一件事 没有错 政治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的确没有出现过 而且每一次讲到政治的时候 都会都是充满仇恨的 都会打打杀杀的 例如像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一个小小的童谣 就促成了一个政治斗争 然后政治的分裂 但是政府这个词 却是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是的 而且圣经有明确的指出来 什么样的政府是好的政府 什么样的政府是属于神的政府 神管的不是政治 而是政府 同样的基督徒也不该在乎政治 还有党派 而我们要在乎的是 我们的政府是否符合圣经 那政府 政府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这个字的定义 政府government 这个字 如果说大家在美国这边上过高中十年级的话 就会知道就是government 这本书 教科书的第一页 的第一行 就会告诉你说 government means self control 或是self regulation 自我控制 或是自我约束 来自古希腊文的 Cubernal 会读希腊文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个发音绝对不是正确的 那是一个动词 意思是用船舵来掌控船运行的方向的意思 那在美国建国的时候也是同样的 最基础的规则就是 人民要自我控制 自我约束 如果超过了这些基础的规则的话 就必须要用公共的方式来 除刑 或者是官监狱 或者是死刑 是的 那剩下的 只要法律没有写的 全部都是你的自由 你想要干什么 就是要去 你就可以去干什么 那各位如果去看英国的法律的话 你会发现有各式各样奇怪的法律在里面 OK 例如像说 你不能在人行道上面搬运木板 这样是违法的 OK 或者是 你如果在这个人行道上面很可疑的 拿着三文鱼 的话 这样子也是违法的 然后或者是你在葬礼的时候 葬礼结束之后 你不可以留在坟墓旁边 OK 这些很奇怪 然后就是很小很小很莫名其妙的法律 就是当立法者可以无法无天的时候 可以依照自己的心情来立法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很多这个样子莫名其妙 而且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然后你看起来会觉得说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的法律 那 英国的法律虽然很夸张 但是美国的现在也越变越夸张 我们有一群人 每天的全职工作 就是立敌对神的法律 创造敌基督的文化 攻击教会 这些人叫做立法委员 有的在国会 有的在华盛顿 有的在州议会 每个州的首都 像我们加州 各位应该也在加州 就是一个被敌人掌控的 完全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 还有他们的心情来立法的一个地方 就像说同婚合法化 同奸除罪化 无条件离婚法 儿童变性法 性贫教育 吸毒合法化 950块美金的这个以下打砸抢 还有堕胎除罪化 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 其实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摧毁government 原本就是自我控制 自我约束的定义 他们要创造出来一个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野性 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野性 然后被罪捆绑 跟动物没有两样的人名 因为自由不是天生 人天生的天心 自由的代价是有风险的 人是想要被照顾的 是想要被取悦的 然后被娱乐的 当他们创造出来 这个样子的社会的时候 当社会乱成一团的时候 各位在San Francisco 你不敢把车子 停在路边上 然后因为会被人家砸玻璃的时候 已经烂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控制我们这艘船的方向 当我们没办法控制 我们这艘船的方向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合理的出来 掌控现在我们搭乘的这艘船 那逻辑概念就是 神的律法 神给你们律法 不要听 你们就乱吧 没有工作 没有关系 我可以给你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基金 没有钱买保险 没有关系 我可以给你全民健保 全民的保险 烂性 乱性 没有关系 我给你钱 让你把你的小孩拿掉 吸毒 没有关系 我帮你建立政府的吸毒所 让你在那边好好的吸毒 安全的吸毒 当人民越来越像动物 越来越懒散 越来越离不开政府的时候 政府就变成了我们的神 政府就可以帮我们断定善恶 政府就可以掌控我们的人生 而且跟刚开始 一开始提到的一样 政府也是人 他们永远都想要有 控制其他人的权利 获得这个权利 不惜用杀害偷窃欺骗抹黑的方式 来去达到他们的存在感 他们会想要我们放弃神释放 神释放得自由的信仰 放弃爱我们的耶稣 还有凝聚我们的教会 这个就是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 会在我们的州议会 还有国会里面 每天处心积虑的写一堆很奇怪的 好奇怪 而且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法律 因为他们想要攻击的 其实不是各位 其实是神的权柄 而且他们想要有更多的人 跟他们站在一边 屈服在他们的脚前 然后一起抵对神 然后一起抵对教会 那 这里举个例子 雅典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物质缺乏 所以他们需要船只来进行贸易 捕鱼 还有跟其他城市的外交 但是 这艘船要去哪里 并不是船长说的算 如果说船长一意孤行的话 船员联合起来 把船长杀了 丢到海里面喂鱼的例子 其实到处都是 所以当时就有了一个在海上的制度 就是大家进行投票 我们要继续捕鱼 还是我们要回港 我们要靠港补给 还是我们要继续续航 我们要去斯巴达进行买卖 还是我们要去马赛顿 进行买卖 每个人都知道 一艘船不是靠一个人就可以滑得动的 船长要在船上掌权的话 必须要在乎到船员的想法跟感受 那就是这个样子 原本在船上运行的一个模式 在雅典的政府里面 也开始同样的模式这样的运行 government这个词 也就从在海上的船只的使用的单词 变成了政府的代词 那美国现在也是一艘很大的船 也需要方向 我们的方向要去哪里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美国人的 在美国生活的责任 就跟雅典的小船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了这艘船的方向来发生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制度 会越变越好 越来越符合圣经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发生 有没有去投票 我们有没有实行我们公民的权利 跟实行我们的义务 当我们看到前方是礁石 是风暴 是灾难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三个选择 我们可以避开这个灾难 或者是我们可以冲到这个灾难里面 或者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 反正无所谓 我们如果认同这艘 我们如果认同美国这艘船的话 如果我们是这艘船上的船员的话 我们就有义务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不能回家看小孩 还有其他的船员的生命 还有他们的家人 这只是身为美国人应该要尽的义务而已 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 就表示 但是我们不只是要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还有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还有为了我们自己的家人而去投票 我们还要依照神的律法 神的典章去投票 而且特别是身为基督徒 如果我们 我们如果爱人的话 我们如果跟随耶稣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神圣的使命 要对我们的政府发出声音 是所以很多人就说说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 如果你的邻居是基督徒 那么恭喜你 给你鼓掌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说 基督徒很好 哪怕有些不信主的人 他们也知道说 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很希望我的邻居是基督徒 如果我不在家的时候 我可以放心的让他 比如说我们家的院子没有关 那我们家的什么什么 你可以放心的 请他来帮你照顾 所以呢 投票的这件事情 是可以做的范围最广的爱邻舍的行动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基督徒就是爱 因为神是爱 对不对 因为神先爱我们 大家都会唱那歌 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先爱我们之后 我们知道说 我们被神爱 这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们也用同样的爱 去爱别人 希望他们可以认识耶稣 所以呢 我们在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大家 很多人在教会里面 非常辛苦 做很多很多关怀的工作 很多时候 新移民来了 英文不懂 人说哎呀我想在那个美国开车 如果要是没有车的话 我这个去哪都不方便 很多人很热心很热心的 带着新移民 带他们去DNV办驾照 然后教他们这样 教他们那样 如果要是有英文不好的人 对吧 说哎呀我有个电话 打不了了 我去银行或者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那我们也会热心的帮他们 去处理事务 还有老人呢 有的老人说哎呀是吧 儿女也不在身边 那我们就会做了饭 去送给他们吃 身体不舒服的人 我们会带他们去医院 其实在教会里面 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关怀 包括木道友啊 那木道友来到教会说 哎呀你还没信主啊 你有什么困难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热心的帮助你 可是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个问题哈 就是 基督徒是因为对神的爱 对弟兄姐妹的爱 我们付出很多的服侍 神都纪念 可是我们这样的关怀 有的时候花很多很多的力气 但是我们一次 大概只能关怀到一个人 或者是几个人 或者是一家人 但是投票这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投这个票 我们可以关怀到一个地区 一个州 一个国家 甚至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以色列 对不对 基督徒都在乎以色列 我们都爱以色列 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律法跟典章 去投出跟圣经要求的价值观相近的候选人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投票就做成 还有 我们通过我们的投票可以让人知道神是公义的神 让他们进而一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 让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是他们的救主 其实呢 不仅有一次 就是有飞机徒质问我 就当着我的面问我 他们感觉非常不理解 他们觉得非常困惑 他们就说 就是现在都这样了 是不是那个同性恋呀 然后那个打砸抢 我们经常在南加州这边 我想可能北加州更多 就是南加州这边 我们就听说 老头老太太 两个人上超市买菜 车一停 那菜买完了 刚要往上放的 哗哗哗来个人抢劫 就看中老头手上的手咬了 给人拽着呀 在地上就揍啊 老菜最旁边的 受伤 受很大的伤 大家听到 谁会觉得说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大家都感觉心痛 尽管你不认识这两个人 但是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也会想到我们的家 说那我们的爸爸妈妈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是安全的吗 我们的孩子上学放学是安全的吗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都有的一个convencyn 就是 所以就是有人就问我说 那么 都已经这样了 我们明明可以知道说 我们投票可以改变这件事情 对吧 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不出来投票 基督徒难道不在乎公义吗 难道基督这个信仰 跟佛教一样差不多呢 只不过躲的地方不一样 是吧佛教是往山上躲 乔木云 基督徒就是躲在教会里头 敬拜唱诗歌 把门夸插一关 外头干啥我不管 我听到有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我刚开始有点气氛 但是呢 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好像事实的确如此 但是后来我就是回家 我就琢磨这个事 我想了想之后 我就感觉有点开心 我为什么开心呢 因为他们对基督徒失望了 他们为什么对基督徒失望 因为他们对基督徒有期望 这个事是很奇怪的 他们为什么对基督徒有期望 我可没听见他们跟那个 你在超市里你也会碰见那种 什么穿夹杂的和尚 跑出来那个超市买菜是吧 没纠正的和尚说 你们那个念经书家人 为什么不管 因为他们身份早就已经摆明说 对不对我们就上山 就敲木云 这事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自己修炼 这个不管不管 那他们为什么认为说 基督徒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 为什么他们觉得基督徒应该在乎公义 因为他们哪怕没信主 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他们觉得基督徒应该豁出神的样式 你有听过他们跟佛教徒讲说 你怎么没活出那个佛陀的样式 佛陀什么样没人知道啊 没有人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他们会要求说 甚至他们会生气 就是你为什么没活出基督的样式 他们会生气 他们会跑来质问你 那个人跟我也不熟啊 他跑来冲到我鼻子前面说 你们基督徒什么时候 他就这样来问我 这一点神是公义的神 这一点连非基督徒都知道 而且他们不仅知道 他们是深深的相信 不然谁好意思来问我呀 对吧 得罪是人的事没有人要做嘛 你这样当面那个我一下 我以后看见你 是不是一般人就觉得被冒犯吗 你说我还会理你吗 但是他们深深爱着这个国家 他们知道耶稣是这个国家的救主 不然他们不会来跟我讲这样的话 而且他们深深爱着这个国家 但是呢 有点可惜 就是他们还没有体会到 神的爱的滋味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活出神的爱 我们活出神的公义 还有怜悯的话 他们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 看到耶稣信向的气息 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 在这里生命记 3章2章4节说 说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美 他按公义行事 他信实可靠 公平正直 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没有听过圣经的人 都知道的 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 下一点呢 就是说 基督徒要在地上作为神的代表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 发出公义的真光的声音 前段时间呢 我们参加了一个会议哈 如果你要是也有看英文的一些节目的话 有一个犹太裔的评论员 美国人哈 他叫做Denis Prager 他那天演讲 我们就坐在下面听 他在演讲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Wisdom is the way to goodness not good intentions 就是好的动机 不能结出良善 只有智慧 才能结出良善 通俗一点的话 就是说 好心他不一定办好事 对 好心的确不一定办好事啊 他这个好心绝大多数的程度 办的是坏事 为什么 非常正常 因为我们吃了分辨善良素的果子 我们就分辨不了善恶了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 但是我们不可以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按照神的公义 公平 善良去分辨善恶 所以他在这里说 好的动机 不能结出良善 只有智慧 才能结出良善 我们看到很多 像美国前几年闹的BLM 对吧 就是说黑命贵 黑人的命也是命 很多人趁着这个机会干嘛呢 他上街去打砸抢 很多都是黑人的小孩子 对不对 他一条街 你看什么 他就是扫货来 就是Gucci Chanel 然后Nike 反正就是这些名品的店 他们就 就一群人 打砸抢 进去 洗劫一孔 拿个什么八四二 就这样一桩就走了 一条街就扫扫扫扫扫 就这样 你说他们在抢劫 对啊 他们的确在抢劫啊 可是你如果问他们 就是你怎么抢劫呢 他说 哎我不是抢劫 美国欠我的 他的出发点来讲 他认为他是良善的 为什么 他就我只是拿回我的东西而已 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我的祖先曾经在美国当过奴隶 哎 然后呢 所以说我就有资格去做这个 我这样做 不只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我的祖先 我的真祖父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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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他的真祖父 就是他是刚从 亚迈迦来的移民 他照样打砸抢 没关系 我是为了其他人的真祖父 为了他们得到正义 对 他们每一个人你去问的话 你都会发现 他们的出发点 好像都是良善的哦 嗯 然后包括堕胎 女人的选择权 然后包括 儿童变性 对 小孩的自由 小孩好可怜 他们也应该要有自由 应该要选择才对 很 有一个笑话就是 只有小孩才做选择 对不对 长大了 我想吃什么 我就买什么 对 就同样的东西 他们的intention 他们都会觉得是好的 但是其实 能结出好的果子 良善的果子 只有神来的智慧而已 对 所以这就说到说 智慧在哪里呢 你好的东西 你觉得99.8%呀 大概干出来都是坏事 因为人不知道什么叫好坏 所以智慧 智慧才在哪里来 真言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哇 你说这一句话来的是多么的贴切 就是你真的想要结出良善的果实吗 你真的想要结出良善的果实 不是只有你的爱心呢 不是只有你认为对的事情 你才能结出良善的果实啊 不是 是你要认识耶和华 你的智慧才开端了 然后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 所以圣经这本书 带我们认识真理 带我们认识耶稣 认识神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知道世界只能给我们带来败坏 世界上面教我们什么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一切不好的东西 他们都包装成一个很精美的糖果 说拿去给你吧 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你可以什么随便婚前性行为 有什么啊 现在的人不是有个名字叫试婚 对不对 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你不是是你知道你这个 你跟这个人能过得多长多久吗 以后离婚了怎么办 每期名曰 每一个犯罪的事情 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去包装他们 这不是神让我们知道的 只有神那里才有真理 只有神那里才有活水的泉源的道路 所以很多做坏事的人 他不觉得他在做坏事 他在说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不知道啥叫好啥叫坏 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 不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点的人 我们必须出来发声 不然你想如果那些称善为恶 称恶为善的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去投票 你觉得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 他们也是美国公民呢 他们有投票权的 而且他们非常热衷于投票 而且现在这样被洗脑的人越来越多了 很多的人不认识真理 甚至现在很多学生对不对 每四年就看到有一批被洗脑的小孩子 然后他们现在就长大就有了投票权 那要怎么办 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的人 我们如果再不出来说话的话 那这些人他们会听到福音吗 美国会往一个好的道路走吗 我们的邻舍真的会有好的生活过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投票其实跟我们带来巨大巨大的好处 我们采访了一个校董会的成员 他以前是San Jose 学区的老师 他现在就是在校董会里面认职 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那他之前就在学校里头上班 我们就问他说 那你之前在学校里上班 你当老师 你教什么呢 他说他教的其中的一门课 就是科学课 那这个科学课里头就包括身体健康 怎么叫身体健康呢 因为他是基督徒嘛 他讲学的时候他就会讲 他说上帝造男造女 对不对 男人跟女人 然后我们的身体构造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 女人可以生孩子 男人不行 然后我们 然后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都是科学呀 这科学研究出来 对不对 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说精子跟卵子结合的那一瞬间 就会冒出来了一个亮光 然后一个生命就这样开始诞生了 慢慢慢慢就开始慢慢长大了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然后等等等等 然后后来生出来之后 就变成像我们一样的人 他都会教孩子这些东西 可是呢 日子过得好好的风平浪静 忽然有一天 他就收到了通知 学校就说来来来 老师啊叫你来开个会 去去会议室里开会 他接到这个通知说的是什么呢 说谢谢你的服务啊 以后这门课不用你教了 为啥不用你教了呢 因为我们把身体健康课给外包出去了 外面的机构会来一个老师教 包给哪一个机构了呢 这个机构英文名叫做Plant Parenthood 它是美国全国连锁的堕胎诊所 学区把身体健康生理课 外包给了堕胎诊所 过了两天 人家那边把教材就送来 这个老师一打开教材一看 哎呦傻眼了 怎么样呢 整本书里面啊都教你 小孩怎么去搞同性恋 你可以你是男孩吗 你不用是男孩 这个是什么 你出生时候医生强加给你的 他就是看着一眼你 他就说你是男的 不能这么说 这样不尊重人啊 我们要做一个有礼貌爱情节的好孩子 以后我们在彼此见面的时候 你首先得问 请问您的性别代词是什么呀 你得问 因为你不能说看医生长这样 你就非得说他是男的 你这样不行了 你太不尊重人了 因为有可能医生说我是个猫 有这样的可能对不对 他们就说哎 整本书里面就教这个东西 而且书里还教什么呢 书里说你可以去变性嘛 是不是你不用费男人女人 反正就是变性 你有变性的需求 你就跟学校讲 你跟老师讲 我们那个超过12岁以上 父母现在已经不能查看小孩的医疗记录了 我就带你去变性 你就打针打荷蒙就完事了哈 堕胎是你的自由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这是科学吗 这是知识吗 这不是放纵吗 这不是让人堕落吗 他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开始学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老师 看完之后他心里好痛啊 你说你把这个教材来了 然后他们还请个老师来 站在讲台是胡说八道 就教那些个那么单纯的小孩子 就教这些东西 你如果不教这个性别代词 谁会往这边想啊 单单纯是那小孩他女孩他就女孩 男孩他就女孩 你硬是非要教他 你硬是非要让他去遵守这种 你还要在课堂上面演习 我来演演看看你们是怎么尊重彼此的 你非得要搞这个东西 你说这是科学这是知识吗 这是完全违背上帝的指引 所以这个学校怎么会被爆料出来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去采访到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不怕人的 他是不妥协的 他是爱主的基督徒 他那个时候只是学校的老师而已 但是他发现这个问题从哪来的 这个问题从上头来的 于是他去参选 他去参加学校的校董会的竞选 他当上了校董会 他现在可以在校董会里面投票了 对不对 他为什么可以当上校董会 因为有良知的家长投票给他 所以他可以选到校董会上面 他去校董会里面干嘛 他可以在里面发声 他可以在里面投票 如果我们说了说 我们今天来一个议案 我们要在学校里头 那个健康部门里面 放一个堕胎诊所 如果要是学生怀孕了 我们这个诊所是可以直接给开堕胎药的 什么可以这样吃 这个事儿 拨款多少什么 同意不同意 他可以马上说 我不同意 我就投票 我就是投不同意 其他人你们都可以投同意 我就说我不同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投票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力 如果这个校区的校董会里面 要都是基督徒的话呢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了 如果这个校区里面 基督徒的比例 校董会的比例 基督徒占绝大多数 那所有那些疯狂的东西 也都不会通过了 你知道五个人里面 三个人是基督徒 夸发不同意 你俩人同意 没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投票可以改善 我们身边的环境 而且我们刚刚这只是讲到说 涉及一个学区的事情 这只是还只是学校的事情 你说加州的呢 州的层面 城市的层面呢 国家的呢 所以我们必须必须要投票 而且是要按着真理 为各个公职 各个法案来投票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知道了 你如果是今天第一次听到 类似的信息也好 或者是你以前都知道 其实我都希望我们可以 来到神的面前 有一个认罪悔改 因为我们之前忽略了太久了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有人问我说 你看新闻吗 我那个时候说 新闻 我才不看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美国人 哪怕我在美国 我觉得说 我是中国人 对吧 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 那现在我们要重新拿起来 神赐给我们 治理这地的圈柄 在一幅所书五章八到十六节 在这里讲到说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我们没信主的时候 的确是暗昧的 但是如今 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何为主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是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向愚昧人 当向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一生的年日非常短暂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在神的旨意下面 我们跟大家在网路上这样的见面 但是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我们总有一天要搬家搬回到天上的家 可是我们一生的年日 在地上的时间 每一件神放到我们面前的事情 我们要如何处理 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跟神来交账的 所以我们最聪明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让我们现在的生命 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在永生神的面前 跟神一起同工 感觉简直棒极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提前体验 以后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做王掌权一千年的感觉 操练我们小小的鼠灵肌肉 从我们现在就开始做起 那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 基督徒有没有勇敢出来投票 是断定这个城市是否还有艺人的象征 各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 这两个城市 里面有一句很标志性的就是 里面还有一人吗 里面你可不可以挑十个出来 你可不可以挑五个出来 那个数量越减越少 对 所以说我们有没有站出来投票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是我们的城市还有没有救 我们的城市还有没有办法跟神交账 神会不会降下天火来摧毁掉我们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我们还有艺人吗 有的话艺人就是要出来投票 例如像说这几个案子 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 2016年的时候通过了64号提案 57%的人出来支持大麻合法化 47%的人出来反对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身边都没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吸食大麻 我自己没有 我相信各位应该也没有 很多人是觉得大麻很臭的 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有人要去吸那个东西 然后吸完了之后又那个样子 然后你也没办法好好上班 就是吸毒嘛 对 大家就你身边有超过一半的人抽大麻吗 我觉得你大概身边转一圈问一问 应该是没有的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提案呢很奇怪 我这个上面打错了 是47不是43 43了 43 对对对43了 对那个什么 但是呢你如果要是看这个投票出来的结果 投票出来结果什么呢 57%的人就是超过一半 一半还多的人是支持大麻合法化的 就说哎 我们身边看到的现实并不是这样啊 没有超过一半的人会去支持大麻合法化 你跟大家一讲 大家说哎呀那是毒品呢 那是吧入门级毒品 不能抽不能抽 你抽完了之后以后 越来越什么海洛因那什么什么 就越来越加层了哈 对所以就是既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为什么法案会以这样的比例通过呢 因为总投票的人数整个加州只有1200万的人 在这个议题上面投票而已 加州的总人口是3900万 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出来投票 那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可能觉得就是无所谓 没有关系 加州这艘船吸大麻也无所谓 贩卖大麻也无所谓 吸毒所放在你家旁边也无所谓 也就是说你是投票出来赞的 你投票出来赞成的话 表示你赞成 如果你没有投票的话 其实也表示你赞成 就当你坚定的投出反对票的时候 才能代表你的声音跟你的价值观 因为你没有投票 这个法案就通过了 这只是以前的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这次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 2024年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政治机器 这个政治机器会产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基督徒太不关心自己的政府的方向 基督徒自以为是读佛经的 跑到山上与世隔绝 把这个灯藏在这个桌子底下 不照亮整个房间 那这样子的情况 在圣经里面其实也发生过很多次 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 索多玛跟俄摩拉 这两个城市要被摧毁的时候 是全村的人都跑去罗德加的门口 去那边敲门 说要这个强暴那两位天使 那真的没有人出来反对吗 这真的没有人反对吗 对还是说就是有的人他就躲在家里 他就想说哎这样不对啊 怎么来了两个客人 你们就一帮人跑去人家门口说 让人把人交出来要强奸他们呢 就是有没有人心里在那嘀咕说 我觉得不对 可是他也没说 还有的人就是跟老婆说 哎不好吧这样 但是不管小孩说你长大之后 不要跟那些人一样 对就是圣经里面 针对于这一些群众没有记载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了 还是大家都没有反对 或者是有的人心里觉得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没有被记录到圣经里面 我想如果有人这个时候敢出来 敢站出来反对的话 他会被记载到圣经里面 我想说没写的话应该是没有 对总而言之就是反对的声音没有出来 也没有被记录在圣经里面 对可是你就看到在这有一个结局 是不是有人心里想说这不对呢 全程被毁啊 索多玛维玛拉全程被毁 他们没有出来发声 只有罗德一家得救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像说当摩西去西乃山领受十戒的时候 以色列的人就跑去问亚伦说 我们要用黄金来打造出来一个金牛犊 然后亚伦就说 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然后就做了一个金牛犊 然后还建了一个祭坛 说明日要向耶和华收集结起 那亚伦当然知道这个是错的 他绝对知道这样子的行为是在冒犯神 但是他有说话吗 那这个是亚伦在摩西那个时候 他是在上西乃山然后去领受十戒 他在下面摩西不在了 然后这些人就开始complain 然后他在别人的面前 他在这些民众的以色列人的面前 是表现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那之后摩西就回来了 摩西回来的时候亚伦是怎么说的 摩西回来 他是对亚伦说在22节这个地方 就对摩西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这百姓专于作恶 你是知道的 就是他上一秒摩西还没有下山之前 他才叫大家把耳环拿下来 ok 这一秒就把所有的错误 所有的过犯全部都堆给了其他的人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领导的一个行为 而且还欺骗神 他以为神会不知道 24节这个样子 他说了一个最扯的话 他说 我对他们说 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金环扔在火里 这牛肚变出来了 就是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 这个牛我也不是亲自去打造 也不是叫别人去打造的 我只是把这些黄金丢下去 然后就一只打造好的牛肚 就这样浮上来了 好像这个东西是有个什么神力一样 就是说 当我们装傻的时候 以为这一切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 我们会说就是 哎呀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世界就是这样子败坏 我们也很无奈 当我们没有勇气站出来 反对邪恶的时候 反对我们就是敬拜假神 为了 如果说我们为了 不为了神发生的时候 后果就是会跟 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 整个城市被毁 或者是跟以色列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一样 因为 这边出埃及记23章 25到28节 摩西见百姓放肆 就站在营门中说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 立位的子孙就全部聚集在他那里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个人把刀跨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 并临 以及临摄 立位的子孙照着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 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人 因为他们没有为真理站立 反而是随波逐流 以至于他们要杀死自己的弟兄 还有同伴 或者是自己被自己的弟兄杀死 或者是还有同伴杀死 而且神是会纪念为他发生的 为真理发生的 投票的人 我们的州或许犯了很严重的罪 就算神执意要摧毁掉我们这些城市 旧金山洛杉矶 我们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出埃及23章 这边神最后说的很清楚 当摩西很自责的跟神说 就是请你放了这些以色列人 把我的名字从你的侧上抹掉也没有关系 神说的是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侧上涂抹掉谁的名字 现在你去领着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有义务要去投票 有义务要对我们的政府来负责 美国这艘船的方向是要往哪里去 我们必须要担起我们的责任 不然追讨的日子到了 神必追讨我们的罪 那就来到基督徒应该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神要我们建立一个符合他的规范的政府 而不是一个属于世界的政府 全部的方针还有法则 全部都写在了摩西五经的最后一本书 就是生命纪上面 我们不可以 我们可以不跟从党派 我们不可以 就是不跟从政治上面的抹黑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建立这个样子的政府 摩西生命纪是什么 生命纪就是摩西要死了 在迦南地的前面 然后他就跟他们说 Good luck in Canaan OK 神来这里是一本这个东西 神要你们在迦南地美地建立这个样子的政府 第一个就是敬畏神的领袖 我们的领导应该是要敬畏神的 遵循神的诫命的人 生命纪17章14到20节上面说 王应该要每天读神的律法 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还有这个领导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的权力应该是要受到限制 受到约束的 他不应该有累积过多的财富 或者是有庞大的军事力量 或者是三七四切的 为了要避免腐败 还有专制在我们的政府里面出现 第二个就是公正的法律制度 所有的法律都应该要以神的律法为基础 生命纪16章18到20节强调公义的审判 法官不可以有任何的偏袒 不可以收任何的贿赂 法律应该要保护弱势的群体 例如像说孤儿寡妇以及外邦人 这个在生命纪10章18到19节 是为了要强调社会的包容性还有公正性 第三个就是道德以及社会的责任 我们的社会必须要遵守实戒 以及其他的道德的律例 在生命纪5章这边写到就是禁止拜偶像 禁止说谎然后偷窃奸淫 那在个人层面 富裕的人应该要关心穷人 15章7到11节提到救济穷人跟赦免债务 强调社会的责任还有慈善的行为 第四个就是教育还有信仰的教导 每一个国家跟社区都应该要教导神的律法 跟信仰的原则在6章6到7节这边讲说 我们要确保下一代是在一个敬畏神的环境当中成长的 还有包括定期聚会 人民应该有定期的聚集在一起学习神的律法 生命纪31章10到13节这边讲到 七年一次的律法的朗诵的仪式 还有第五个就是军事以及防御 生命纪他们说神允许以色列人建立自己的军队 而且是要强大的军队 但是我们不可以依赖我们的军队来保护我们 而是要把这个保护我们放在神的上面 把神放在保护我们上面 生命纪20章1到4节上面讲的很清楚 就是说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而且必须要符合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我们刚讲到这五点 我们要建立的是这个样子的政府 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这几千年来 一直到20年前 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说这是尝试 这是应该的 每一个政府都应该是这样 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东西 重新把这些价值观重新回到我们的政府当中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行在天上 这个不是只是主导文上面我们讲一讲的东西而已 然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还有方向 这个方向是在四千多年前 神就已经让摩西写在了生命纪上面了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面不妥协的建立美国 还有建立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庭 但是呢 在这个中间呢 仇敌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因为仇敌就是希望我们不认识神 是吧 他就希望我们跟神远离 他就是想要引诱我们犯罪 让我们不要来遵守神的律例还有典章 教会真的被仇敌已经欺骗的太久太久了 我们找到了很多的词语可以形容我们的软弱 为我们的软弱来找一些借口 比如像什么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 大家大概都听过吧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这个词就开始让大家广为流传 还有什么与世界分别为胜 然后这个与世界分别为胜 本来讲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目标 就是对不对 世界上的人做的事 我们就不去做呀 因为我们已经被神释放得自由了 我们不要再去犯罪 我们不要再去做那些事情 我们与世界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可是这个也变成了说 基督徒对于现今的状况 对于其他人正在受苦 正在遭罪的时候 我们选择非常冷漠 关我啥事 我这个与世界分别为胜了 是吧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谎言 还有这样的一个借口 证教分离是一个巨大巨大的谎言 绝大多数啊 如果你听一个人讲 证教分离 证教分离 我们之前去过校董会的会议 然后有很多人呢 是支持儿童变性的 是支持让学校教导 LGBTQ的人 他们那些人在那里 做那个大标语板啊 他们就这样举 上面就写 就证教分离 证教分离 就那意思是说 你们教会的人在这干什么呀 证教分离 学校里面教什么 关你们什么事 赶快回家去吧 证教分离 你知道 绝大多数 这个在喊证教分离的这些人啊 说主张说基督徒不应该关注 这些道德问题的人 他们既不了解这个词的由来 也不了解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但是这种观点 但是这种观点 却在现今被广泛的传播 所以呢 下面呢 给大家来那个看一截我们翻译的影片 这个牧师讲到我们大概 昨天前天才在频道上面放出来哈 所以我在中间截了一段 他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政教分离的来源 以及被错用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明天发布了一天 他说是斯里面的部队 是逆了一项 他知道了一项 这整个人维 sele出的 他说了一项 和他的养满 retro族 等于整个竹 在感受的事 是因此要不接受的 在架外的事件 是因此 在内部型尊满 不接受的事件 你能提及迫 清楚的事件 在18002 that letter in 1802 he did write about building 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but the intent behind the letter was to help the baptist understand that government intrusion was limit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at they had religious freedom to exercise freely without religious intrusion and so therefore the first amendment is given to us in part to keep the government out of the business of the church not the church out of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but over the years jefferson's phras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in that personal letter has been used to remove god from the public square and to remove church from government influence and it is also intimidated a lot of pastors from addressing things that are referred to as political in the pulpit 好 所以刚才那个牧师讲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是仇敌他利用了这样一个说法 这样一个词他根本就没有在任何的宪法文本里面 建国的文本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词 当时的总统还会给人回信 就是进去会写了一封信 说总统我问你点事 总统说谢谢你来信 我哗哗哗哗写了一封这是私人的信念 他们是之间私人的信念 但他的确是回答了进行会的问题 他说什么呢 就是政府无权干涉 教会要做什么事情 政府无权干涉 我们在这传讲圣经的价值观 对不对 我们告诉大家说你要按照圣经的真理 政府无权干涉 但是仇敌利用这个词 那正教分离正教分离 你要分离呀你要分离呀 大家也不太知道哪来的 一听哦要分离 哎呦要分离呀 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 宪法里面没有这个词 然后这个词也讲的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我们就被吓唬住了 害怕呀 大家害怕呀 一听到那个不敢去投票 是不是 那个也不敢讲这个事情 对说是正教分离 说为什么害怕呢 怕得罪神呢 说哎呀 是不是那个圣经是这个意思 圣经里从来没有写过 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东西 可是大家就是说哎呀我害怕我害怕 或者是 大家心里也知道说 哎这些事我怎么能不关心 如果我爱人的话 我怎么能不去做正义的事情呢 你就好像看到一个人在马路中间摔倒了 哎呦 我要不要做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 我说服还是不服 是不是 到底行还是不行 仇敌要我们害怕 他给我们太多的选项 你想这个也害怕 想那个也害怕 如果我们开始讲这些东西了 我们害怕被人反对 我们害怕被人贴上标签说 你看你看他讲政治 他讲政治 那一天正经事不干就讲政治 那个神都不喜悦什么什么的 我们怕被人贴上政治狂热者的标签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教会不敢讲的原因 是因为教会害怕失去政府的免税资格 如果我们落在一个害怕里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害怕 他会起一个一连串的反应 尽管这些事根本就没发生 尽管这些事也不会发生 如果我们真的是做和神心意的事情 我们是否相信神会给我们完全的保护 我们是否相信呢 是吧 那个一想这连锁反应就多了 哎呀 这个教会如果失去政府的免税资格 那是不是大家就不给十一奉献了 哎呀 这个大家不给十一奉献 我们这个教会 这个每个月还要付那个房钱呢 这个房钱付不出来的怎么办 哎呀 房钱付不出来了 然后我们那个 是吧 也不能给大家开那个免税单了 人就走了 人就走了 教会也没人 就越来越穷 越来越穷 是不是教会到最后就得关门了 对吧 但是这些事都是仇敌吓唬我们的 他只要吓唬你一个东西 你一开头 你就自己往下想吧 你想到最后 你今天都不敢出门了 哎呀 我要是今天一出门 这大马路上来个车 别想 是不是 只要我们被仇敌恐吓 什么事也做不了 仇敌要摧毁的是我们的信心 很多人知道说 这个有用 我们的确应该抓紧这个时间 为神来发声 然后我们的确应该按神的公平正义 我们出来讲话 可是仇敌要摧毁你的信心 仇敌想 他投票啊 他投票有用吗 民主党他们会作弊呢 是不是 你有没有看到那些报道啊 他们现在是一个政治的 一个庞大的机器 你投票你就能打过人家了 真的有用吗 他们会跟我们讲 一大堆 清醒来好像合理 但是又绝对不合理的东西 为什么 我们其实真的不用想那么多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例子 我觉得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 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是我们只要看神 别的什么都不要看了 摩西当时拆了12个探子 去窥探加南地 是不是 我们就说进去看看说这个地方到底咋样啊 我们到底能行不能行 能不能在这住啊 还告诉他们说 你们那个把当地的土产都带回来一些 我们来看看他们都产些什么东西啊 大局 大土产 所以呢 他们就去了 40天 12个探子回来了 12个探子里头 有10个人的说法是一样的 另外有两个人的说法 跟那个10个人是完全相反啊 就他们的态度对这个事是完全相反的 在民数记13章里面有记载啊 这10个探子呢 他们回来 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 他们就说 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难民 说为什么呢 说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呀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哇 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呐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说据我们看的 我们自己呀 就好像炸猛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害怕了 可是呢 迦勒 看完了之后 迦勒说什么 迦勒在摩西的面前 安慰百姓说 我们就上去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定能得胜 在明书记十四章 他又在这里说 说 迦勒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那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云米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因毙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这里面两点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点 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不可背叛耶和华 第二点是 你们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我们真的在神里面 获得巨大无比的信心 我们不用害怕 对吧 我们应该用一个完全喜乐的心 去迎接这一切 哇我们看到之后 我们感觉实在是太兴奋了 我们太高兴 为什么 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看到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神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更多认识他 神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更多认识他的良善 神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看他如何在这地施展大能 神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可以拉着他的衣襟 在后面跟着爸爸一起奔跑 然后爸爸就说 去吧 不要害怕 耶和华与你同在 你不要惧怕 所以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了太多太多 极美好的恩典 这些恩典不只是 局限在我们家里头 很多 就我们大家 每个人也都有见证 对不对 我们有见证 我们说 哎呀那个我们家里头门锁坏了 结果神就派个人来 那个来我们家修门锁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 或者是 我们家那个有人失业了 然后我们就每天祷告 神就送了一个 很好的工作来 这些东西都有 可是 如果我们真的 把我们的局面打开 我们真的 按照神呼召我们的 扛起我们责任的时候 我们 找来的不是麻烦 我们找来的是 神带我们 在鼠岭里面的飞跃 是我们将要体会到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 只是局限在家庭生活中 体验到的东西 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让神带着我们展翅高飞 所以我们要抓住 神给我们的机会的风 让我们借着祷告 以及祷告带下的行动 我们定能够带下 圣灵大能转化的工作 抓住神机会的风 我们到底要怎么 祷告和行动呢 其实这里面写的 非常局限 只是列出来几点 如果大家真的 同仁在里面 我想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受 就像我们的命运姐妹一样 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 看见了好几个熟人 对吧 所以我们只要呼召起基督徒 体贴神的心意 我们绰绰有余压制仇敌 其实很多担心害怕 根本就不用担心 你只要看神 神定会让我们得胜 就是这样 仇敌多强大 什么强大呀 他再强大 他强大过什么 对吧 我们现在在打这个仗 真的就是说实话 都不能跟大卫 跟格利亚的战役相比 很多时候我们一碰到一个紧张的局面 然后大家举例子 就特别爱拿大卫跟格利亚举例子 就说 你看是不是 我们就好像是大卫 然后我们就要打格利亚 你生命当中的格利亚在哪里 对 其实真的说实话 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困难 还有我们面对的挑战跟压力 跟当时大卫和格利亚 那个重量级 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 我们跟那个战役 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因为当时战胜格利亚 你再当时战胜格利亚 根本不可能的 格利亚站在那里羞辱神的名 谁都没有办法了 没有人敢上去 你感谢说到最后找了个放羊的 是不是 然后拿石头 啪就给他打死了 我们现在面对撒旦的权势 其实撒旦的权势没有那么巨大 而且我们不管是凭信心 还是凭眼见 我们都是得胜的 就是要看你要不要去做 只要在11月份的时候 我们花上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时间去投票 你做了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 你拯救了无人的生命 神一定大大的纪念 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们大家就动员起来 其实真的 花不了我们多少的时间 也花不了我们多少的精力 甚至这事都不怎么用花钱 但是我们就可以带下来一个巨大的国效 我们现在就可以 如果身边还有人没注册选民的话 帮助他注册选民 有一些老人家 他不太会用电脑 你就找一个年轻人 就帮忙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的选民状态是怎么样 或者是我没有注册过选民 我想要投票 你帮我来注册一下选民 然后鼓励你身边的大家 说一起来投票 今天我们跟你讲的东西 或者你也不用跟我们讲的一样 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一个发自内心的感受 你可以去跟他讲说 去投票吧 哪怕你懒得去 我开车带你去 你们家人要不要一起 我开车一起带你们去 鼓励大家一起去投票 还有就是 我们一定要 推广 帮助 那些持守 圣经价值观 还有被神呼召的候选人 这样的候选人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两个 神呼召了一批大军起来 但是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我们要跟弟兄姐妹 作为耶稣基督的肢体 我们要这样一起去合作 然后把这些人放上神要他们去的位置上面 这些候选人都跟我们一样 平民老百姓 没有钱 为啥去 神呼召没办法 你要说他们是没什么钱了 但是他们已经退休了 他们过自己的生活还是OK 谁没事要惹这儿的麻烦 神呼召不得不答应 有这样的人 他有这样的心志 他如此愿意顺服神 我们必须一定要支持他 我们就是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我们一定要帮助这样的候选人 还有就是你在这个团体当中 你可以传福音 很多那个爱国者 其实他们都是没有信主的 你想想他这么爱美国 他们对这个社会上这么不公正的事 他们有这么一个强烈的认识 而且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我们让人认识耶稣吗 我们让人认识真理吗 这多好 这不就是基督徒本来就应该做吗 对不对 这人不管他 他只要没信主 我们都说你快信耶稣吧 你要不要来教会啊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 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给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到教会里面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嘛 还有就是 我们可以跟我们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分享 而且实践神的话语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学了神的话语之后 没有应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 我们都说 我们不要做礼拜天的基督徒 对不对 我们礼拜天在教会里面 哎呀又敬拜 敬拜又闭眼睛 又祷告的 一祷告夸杀还跪下了 都很好 可是一出了门了 一回了家了 你就不是基督徒了 你就还是你了 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 这些真理的东西 我们在教会听了 听了之后 要从我们的耳朵里面 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然后要带出我们一个人的转化 然后让我们活出来 让我们跟弟兄姐妹 一起来分享 一起实践神的话语 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 让人看见 主耶稣真的在我们的身上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拒绝参与政治口水战 我知道参与政治口水战 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 对吧 不是就是说话话嘛 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说话话 是不是那个女的就凑在一起 就是哎那个谁谁谁 大家都在这里面找到一个 好像release的 release pressure的感觉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很多参与政治口水战 其实它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想法 你会看到他们给候选人起非常非常难听的名字 然后那个给人家很诋毁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我们是基督徒嘛 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就像一开始讲的 我们在意的是政治还是政府 你在意立法院里面 大家丢拖鞋骂来骂去吗 还是你在意的是说 他这个法案 这个政府是否公益 他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灾祸 政治口水战这种东西 我们不需要去参与 而且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更多可以操练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在生活 你会被人冒犯到吗 你会因为被人冒犯 所以你口出不去 你也去冒犯人吗 你在口上上犯罪得罪什么 是吗 都会吗 还是说你会因为这个耿耿于怀 是吧 那个寒怒不可道日落 你就寒怒两三天三五天 这个是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场 所以我们不要去参与这种政治的口水战 还有一个就是不间断的祷告以及完全的摆上 光行动没有祷告没有用 凭着自己肉体的血气没有神的帮助 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如果光在家里祷告 什么也不做 照样不行 我们要的是一个通过祷告 然后带出一个信心的圣灵大能的一个行动 神与我们同在 神帮助我们 还有就是我们参与义工活动 大家看这个图片上 这些弟兄姐妹们 多么灿烂的笑脸了 多美啊 对不对 我们就参与这儿的义工活动 这也是那个小组连结的一种方式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般提到小组 我们大家吃吃喝喝 你家怎么样啊 孩子怎么样啊 最近工作好吗 讲这些 这都有意义 我们一边体贴神的心意 我们一边传扬神的福音 而且我们小组的活动也都有 可以一起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太有意义了 那最后一个来到这边 自由中上面的经文 就是立位记二十五章第十节 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布自由 这句话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说 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就算是这个时代已经很进步了 也应该是变成一个 宗教自由的国家 那这个不是 而且不是真的 而且也不可能是真的 自由中上面这个经文 就是非常好的证据 为什么 因为是来自于立位记 没有人知道立位记上面写了什么 这是一本圣经上面最冷门的一本书 牧师讲到的时候 都很少会提到立位记 但是我们的建国国部 却把这一段立位记的经文 写在了我们的自由之中上面 成为了我们的国家非常宝贵的历史 表示他们是一群很好 很好非常好的基督徒 连立位记都有读的基督徒 而且是认真读的 对 因为这个不是立位记25章第10节 这个第10节大概有三句话 三个逗号 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 对没有错 那他们的时代 跟我们现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他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上上Google 或者在百度上面搜寻一下 就是找一段关于自由的圣经经文 然后这一段就可以跑出来了 他们是真的了解 立位记是为了立位人写的一本书 里面是圣经里 是关于圣经里面的祭司的书 里面是充满着仪式 充满着传统 充满着文化 甚至是跟其他的支派 都要分别为圣的书 当时的用意就是 当这个钟响起的时候 自由之钟响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要回想起立位记这段话 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告自由 要提醒我们 我们的自由是来自于神的 而且是有律法的 是有秩序的 是有义务 要真的分别为圣的 美国要存活 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基督教信仰 刚强的基督徒 美国的民主如果要延续 美国的基督徒 就是要依照圣经的典章来投票 选出代表自己的人 还有以及代表自己的领导人 美国的宪法如果要延续 美国的人就是要必须做光作严 以及有好的信仰传承 我们要知道 自由不是白白得来的 Freedom isn't free 是很多比我们聪明的 比我们善良的 比我们有正义感的基督徒 透过了熟读圣经之后 写下来宪法 保护这得来不义的自由 他们还牺牲了生命 来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在我们还可以投票 还可以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声音 以及神的公义 投到投票箱里面 美国不只是一个自由的思想 很多人会说 很多保守派会说 America is an idea 连Joe Biden都说 America is an idea 不只是这个样子 美国不只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而是一个行公义 好联名 并存谦卑的心 与神同情 是一群基督徒 为了未来的基督徒 建造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你和我 每一张选票都是一粒盐 每一张选票都是一点光 我们2024要把大把的盐 洒在我们的州政府里 还有联邦政府 对对对 要强光照亮我们的国会 还有州议会 对对对 我们有义务 而且我们有责任 要一起兴起 还有发光 重拾这地的权柄 谢谢大家 分享完毕 好 谢谢 好 那不知道 各位家人 我们谢谢那个 伊藤跟那个 菲利西亚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什么样的 问题或是什么 要请教他们的 我想今天 就是很谢谢 就是提醒 我们真的是要去投票 不管 投票 我觉得真的是 基督徒行使地上 的公民权 对吧 这是我们的公民权 我们一定要去投 不要就是说这个 好像就是不干自己的事情 常常也说 我们常常会这样觉得 那要投给谁 或者说怎么样 讨神喜悦 刚刚我觉得那个 一天最后 一天最后 讲到了 行公义 好联名 从千辈的心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其实 我们就是要做 神 眼中看为正的事 那这就是神眼中看的事 看为正的事 好了 我真的是要去 去投票 那投票 常常有时候 我就觉得说 常常 可能我们不在乎 或是把票投给这个 不合神心意的人 或是神讨厌的人 神讨厌的神 的人哪些 我想圣经上都有写 神所恨恶的 有六样 对不对 连他心所证悟的 共有七样 对不对 那些人 我们常常去选出这些人 或者说 我们不在乎这些法案 然后呢 等到这些人当选 来治理的 然后出了事情 然后怎么样 我们又来祷告 祈求神来怜悯 或者吃恩典 来眷顾这样子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祷告 但是真的是 我们可以在做前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注意 其实不投票 跟你去投票 给这样的人 是一样的意思 对吧 因为你不去投票 选出 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是看为合神心意的人 那其实就是等于把票 去投给了那些 神所恨恶的人 神所讨厌的人 好 法案也是一样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什么要跟 要回馈的 要feedback 有没有 谢谢上家人们 有一个Annie姐妹取手 好来 请说 对不起 我没看到 那个 我就是想问一下 两位大家主持人 就是说现在 有一种 说法 就是说 你看选总统 两位 我都不喜欢 那我就 坚决不投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 其实 大家过于 看人 而不是 看政策 我也希望 听听 大家 就是 特别是主持人 你们怎么看 这件事情 分享 感谢主 谢谢 谢谢Annie姐妹 提的这样的问题 非常好 这个问题呢 也在我们频道 两天之前 刚出的这个翻译影片 那个Gary 牧师 他也有讲到 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也有听到 大家讨论 就是说 虽然那个候选人 他太差了 他做的事都很邪恶 但是另外这个 我也不喜欢 你看他讲话 那个样子 你看他那个发型 你看他那个脸 像橘子一样 等等等等 哇 我有时候觉得说 基督徒可以 可以这么 可以这么那个 分裂吗 就在那个教会里面 告诉我 对的是主啊 我们不要批评论断 然后转头 马上就说 你看这个人 大嘴巴 我讨厌他 我真的不喜欢他 其实 人没有 完全的了 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是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 你现在看我们这样 可能是 好像是感觉还行 你没准一跟我们接触 你也不喜欢我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很多人也很讨厌我 在那个频道下面留言说 呀 你看 这女生 一说话就一口东北话 话那么多 姐妹压制弟兄 都不让那个弟兄说 也有 骂他的 你看 烦人 白白晶晶的 那个长得像个女的 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说什么的都有 如果 真的是 如果我们眼中有良莫 我们那个 看谁都不行 我觉得 这个姐妹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看政策 到底是什么 这个也是 Gary Moose在之前 他的讲道里面 有讲到的 就是他政策 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不喜欢他这个人 你可以不喜欢任何人 你不用喜欢每一个人 这个人 他是当龙龙 他又不是当习记员员 你喜欢他干嘛呀 你不用喜欢他 你要看说 这个人 他在电视上讲的话 他签的每一个法案 他是会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你不用喜欢他 有的人穿西装 打领带 说出来的话比谁都好听 他签上那个烦 他处处敌对人 处处抵挡神 九个月的婴孩 出来也可以全部都杀死 全部都违反神的律法 你喜欢他干什么 所以我们 神呢 监察内心的神 是吧 神说他看人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表 神是看内心 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看内心 但是我们有圣经这一本书 我们可以按照上面的律法 还有典章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应该选 什么样的人不应该选 我们在教会里面 如果末法滚打这么多年 讲到全部都听过 主日都有去 小祖都有去 我想说教会都不谈论这个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要投谁了 他在那个Gary Moose 同样一个视频上面 他讲的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从有选举制度以来 甚至从有这个王权制度开始以来 所有的东西 当我们有权利可以选王的 选择王的时候 我们都在选择一个 the lesser of two evil 就是两权相害取其情 就是谁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没有完美的人 对 但是耶稣不在选票上面 你要找完美的人吗 你的牧师完美吗 你结婚了没吗 是吧 你的spouse完美吗 我们不可能去选择到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永远都会去找到 那个人身上有什么错误 那这一次的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是以一个 我们要看他们的政策 还有他们的这些 他们出来的这个方案 哪一个比较符合圣经 你觉得说 边境是要打开的 还是关起来的 这个是你可以投票的 你觉得你小孩是应该变性 还是不应该变性的 你觉得是堕胎 你是不是应该要可以杀死婴儿 还是说你觉得说堕胎是不应该 不应该的一个事情 还有说父母的教育权这些东西 所有的政策都是可以用圣经的价值观来去看待的 我们要用圣经的价值观来去看这些政策 那些人他们会支持什么东西 我们要用这个样子的方式来去选候选人 而不是说 这个人怎么又这么橘 然后头发又这个样子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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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那么橘 为什么眼袋那么白 我们如果用这个样子的方式来去投票的话 是非常非常错误 而且会让我们跌倒 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跌倒的 这是我们的看法 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趁着机会 好 没关系 我想大家 还是有机会 那那个我还是先广告一下 那我们后续在大选前 我们还是会请 这个 伊登跟那个 佛里西亚 我们会再有一次 十月份我们还会再一次 来跟我们再 更深的一个议题 一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开启 对不对 就像这个 佛赖上的圣经价值观的频道 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参 基督徒要参与政治 这我个人参与政治 但是我们要智慧来参与 那智慧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立足在圣经的原则里面 来智慧 有智慧的来参与政治 就是说我们该不该投票 这个其实很多东西无庸置疑 这是我们的权利 我们既然要治理 就治理 那就我们拿出我们的治理权柄 来治理 那要投给谁 我想这个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那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智慧来辨别 那也不是为了党派 我觉得基督徒是 耶稣没有党派之分 对不对 我们根本不该有党派之分 文权就是他的证件 OK 是不是在圣经的原则里面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请 要不要伊藤或是 Blessia 和我们来祝福祷告 感谢耶稣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来跟这么多的人来分享 我们这个非常浅的看见 请你真来带领我们 可以来更认识你 然后让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 是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心的 让各位观众 还有这些参与 在这个议题里面的人 都可以更认识你 而且更了解 你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 还有你在 你给我们的命定 还有你给我们 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任务 请你真的来保守我们 让我们有勇气的站出来 为你的律法 为你的典章而发声 请你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透过跟你一起同工 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 彼得的恩高 我们来可以去建造教会 我们可以来使 瘸子 躺在圣殿前面的瘸子 起来行走的一个能力 让我们可以带动更多的教会 更多的人 起来来去 在这一次2024的大选当中 投下他最符合圣经原则的一票 让我们看人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的是 看这些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的是 他们的政见 还有他们的政策 是否符合圣经 而不是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人 请你让我们有越少的自己 然后越多的你 越多的耶稣的样式在我们当中 请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听完这些之后 让他们是身上是有火热的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是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They're so excited work with God 我们充满着火热的来去迎接我们面前的挑战 我们面前不是哥利亚 我们面前不是个巨人 我们的面前就只是 你眼中的炸猛而已 请你真的是来带领我们 来赢得这一场战斗 这一场选战 也请你真的是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个做人都不要虚假 让我们说出来的东西 我们来讲出来 我们来分享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可以自己亲自的去做到 请你来保守我们的心灵 保守我们的家庭 保守这一次美国的选举 将祷告奉号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谢谢 愿神祝福你们 今年你们所付出出百上的 好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